欢迎大家参加全球危机 真相知识国际在线会议 代表来自18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 创造性社会计划的积极参与者和会议组织者 大会在全球数千个媒体频道和平台上播出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与我们在一起 本次会议由我们负责任的志愿者翻译成100多种语言 让每个人都能听到和理解能够改变你未来的重要信息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全球危机 真相知识是公开诚实和真实地告知所有人类 每一个关心当前气候 环境 社会和整个世界的人 我们将皆是等待我们的危险 我们聚在一起揭露掩盖着消费主义世界的谎言和欺骗 最重要的是说出真正的出路 为什么我们星球的真实状况被隐瞒了 我们是否看到了日益恶化的问题的根源 我们看到了原因吗 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的真正原因吗 这些和其他重要问题将在今天的全球危机 真相知识会议中得到解决 你将听到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 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 对气候和环境危机的原因 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问题的看法 此前2021年7月24日 国际在线会议全球危机 这已经影响到所有人 距离上次会议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在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 我们看到了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进程在加速 已经发生的灾难证明了这一点 大多数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几年的灾难 地球上每天发生的变化 预示着即将发生的灾难的规模 对当前现实的全面认识鼓励我们再次见面 把真理带给更多的人 我们 人们 应该停止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而应该共同努力解决它们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不要保持沉默 因为这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 与会者将提出关于我们的星球和社会困境的 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证据 真理的时刻已经到了 现在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客人 今天和我们一起的是塔地亚娜和 让娜欢迎